随着国境解封,花莲机场也迎来睽違三年的首架国际包机航班 28号中午,载着75名越南旅客抵达花莲机场 幸福除了在机场安排圆明舞蹈以及欢迎布条 也自证每位旅客红面鸭的玩偶吊饰 让他们一入境就感受到花莲的热情与美丽 大客机从空中缓缓降落 随着国境解封,花莲机场也迎来睽違三年的首架国际包机航班 越南縣港到花莲的兑飞包机 28号中午,载着75名越南旅客抵达花莲 展开五天事业的游城 县政府除了在机场安排圆明舞蹈及欢迎布条 也自证每位旅客红面鸭玩偶吊饰 让他们一入境就能感受到花莲的热情与魅力 面出北返的国内车程在花莲就能直飞国际航班 也吸引不少乡亲抢在第一梯次出游 让出境柜台同样是排出场场人聋 因为比较方便啊,电路性啊 怎么说? 因为就不用去到桃园游机场这样 觉得很方便 大概节省多少时间? 快一天的时间吧 针对这个国际包机我们积极在推展 那疫情的时间大家就做了很多的努力 那我们首先是锁定了日韩 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东南亚等国家 那今天这个越南就飞到花莲来 那现在我们目前正在洽谈的 还有新加坡、还有这个日本的冲绳等等的 还有韩国 我们之前这个仁川釜山定期的这个 伊斯坦航空的这个包机 我们也正在积极的洽谈中 受到疫情冲击业者苦撑 终于叛到解封商机 让不少店家都抱持着乐观态度 希望县府能夺安排指飞航班 带动更多的旅游商机 记者徐立青、新陈香报导